大家好 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破碎之海2宝箱127 优乐片段217 圓神一条龙4.8版本西木兰卡一条龙全收集 好那我们这一批来到 这边五一开的这个锚点破碎之海最下方这个锚点 好那到这里之后往东北方向低吐右上角 随便直接飞到前方的蹦床上面 蹦蹦床 好跟着这条路 这边弹两下 弹三下 然后往右手边 弹三下之后往东南方向低吐右下角 这边过来 在这块石头上这里有个挖掘点 点击挖掘然后到这一个普通的宝箱 拿完这个宝箱之后我们再回头 这边跳过去 好北方向低吐上方 好这边东方向低吐一边飞过来 好这个普通宝箱这里的话 我们往东南方向低吐下角这边走过来 这里它提示我们在下面把下面那个蓝色的三角形那里拿回来 给它装上去 好这里拿到这一个普通的宝箱 拿完了这个宝箱之后我们再往东方向低吐一边过去看猫点 好的开了猫点之后在南方向低吐下方这边过来 右手边这里有一个地锁需要红红的东西 好跟着它过来 这边有一个火史兰姆打掉 然后跟它说不是这个 它又给我们炸弹 把炸弹捡起来 装回去 好炸之后这边出现一个精致的宝箱开启它 拿到这个宝箱之后在这个房子的另一侧 房子另一侧 房子另一侧 这边 这里有个平台二楼平台 上面有一个磨拉堆 上来拿到这个磨拉堆 拿完这个磨拉堆之后 在我们的东南方向低吐下角 这边我们交互一下 把这个箱子给它拉出来 蹦蹦床 它拉出来 这边跳起来 然后过来拿到这里面的普通宝箱 拿完了这个宝箱 直接打开我们的地图 我们回到这个锚点 刚刚开这个锚点回来 好那这里回来之后 往东北方向低吐下角 这边跳下来 好跳下来 在北方向低吐上方 这边是一个沿街管道 这两个管道分别旋转一下 然后再回来让它 这个磨水流动 好的那 这里跟大家说吃饱了 喝饱了就回去 好然后拿到这个普通宝箱 拿完了这个宝箱 然后我们再往南方向 那我们再往南方向 调下方 这边这里有一个洞 从这里进来 好这边把对面那个蓝色的 蓝色的这个积木捡起来 好放这里 好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边这个蓝色的 藏的一个积木放到这里 那这个矿工它就会自己过来 让它挖一下 好拿到这一个普通的宝箱 拿完了这个宝箱之后 我们直接打开地图 传送到旁边的锚点 好那现在我们再往我们的东北方向 地图右船角 好这里我们不往下走了 直接跳过来 撈到房的另一侧 好都过来 那这边我们捡起黄色 在我们西方向住这边 捡起黄色的这个方形 黄色方形 排对排的放 然后这边蓝色的 往上 往上螺 往上螺 好 好接下来捡起这个黄色的三角形 放到右边 好这边 再捡起这个绿色的 捡起这个绿色的 放到左边 好这样的话 这边就出现一个精致的宝箱 拿到这一个精致的宝箱 拿完了这个宝箱之后 我们再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走过来 从这里跳下来 好然后再往前 上往前走到旁边跳下去回头 好这边这里有一个二层空间 把这些怪清掉 好那清掉怪之后 我们走过来 走过来 把前方水池里面这个蓝色的 捡起来 装在这里 然后右手边这个黄色的捡起来 装到墙上左手边 在这里 好 最后一个 这样就出现一个精致的宝箱 拿到这个精致的宝箱 然后旁边的地图 让它回家 好现在我们再打开我们的地图 传送回来 好回来之后 好现在再回头去拿这个珍贵宝箱 好的拿到这个珍贵宝箱 往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走 好这边走过来 右手边 一次走到 走到快进去的话 右手边这里楼梯 上来 沿着路 继续往北方向地图上方 好那过来之后 我们抬头 在这上面这里有一个绿色的 把这个绿色的捡起来 好放到右边 再往前 这边走过来宝箱旁边 这里绿色的 捡起来 回头放左边 好然后正前方 拿一下这个精致的宝箱 拿完了宝箱之后 我们再往东方向地图那边 东方向地图那边 这边往回走 往回走 往回走 让看到东方向地图那边 这里跳起来 那前方这里 会有 这个旋转方向 我们在原地再跳一下 再跳一下 让它旋转到正上方 然后再飞过来 再跳过来 好这边是 把这个 这个杀赖的 我们捡起 就是颜色要一样 颜色要一样 给它拼成星星 好然后 还有一个在 前方那块 这块 小平地 这块平地上 这里飞过去 改装这里 再过来和它 跟它说帮它拼好了 帮你拼好了 好这样出现一个金子宝箱 拿到它 拿到这个金子宝箱 我们再回头 我往西方向 牛的左边往回走 再来到这个 蹦床跳起来 现在再往西北方向 地头都按一下 优乐片段的方向走 好拿到这个优乐片段 旁边出现这个 蹦床 跟着蹦床一路 跳到 镜头 跳到终点 好 左路 左路之后这边 一波蹦床人 把这波蹦床人清掉 好那我们7万块之后 拿到这个精致的宝箱 拿完了这个宝箱 我们再往北方向 地头上方 这边走过来 前方这里有一个 花花梯 积木小辣花花梯 推它一下 然后旁边的 摩拉队一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 在我们正前方 啊正前方 这边有一个限制挑战 但是啊 但是 在限制挑战的左手边 这边这里有一个 优乐片段捡起来 然后我们再来做 这个限制挑战 跟着吃水威力 跟着吃水威力 挑战完成开启这个 普通宝箱 然后按这个宝箱 我们再往东方向地图 右边 这边我们走回来 这里跳下去 好 跳起来之后 我们看到我们的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里有个红色的 基姆 最后基姆捡起来 西方向地图左边 给它放到这里 然后掏出一个火属灵角色 给它点燃 YES 好这边给它点燃之后 它变成黑色 再给它捡起来 捡起来放过去 放回到刚才的位置 然后是我们的东方向地图右边 黄色的 放到黄色这里 接下来往南方向地图下方 把这个捡起来 捡起来回头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走过来 走到这两个基姆中间 然后它在这个位置放到这里 回头拿到这个珍贵的宝箱 宝箱也能隐持 现在拿到这个宝箱 再往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 这边走 无必请进 这边过来左手边 这里有个绿色的 把这个绿色的捡起来 放到右边这个螺上去 然后蓝色的捡起来 再往上放 好那现在再往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上角 这边有一个黄色的 把这个黄色的捡起来 然后再跑过来 给它装到这个位置 这样这个金字宝箱就解锁了 拿到这个金字宝箱 拿完之后 在我们的西方向地图上 这边过来 连接一下这个魔线飞行 飞过来上去开一下锚点 好的开了锚点之后 然后我们再回头 我往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边往回飞 好飞过来这边有个坑 从这个坑跳进去 这个坑跳起来 然后往前走 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 这边把这个红色的炸弹捡起来 好它炸了 北方向地图上方 炸了之后 左手边这里又出现一个炸弹 再继续捡 中间这里炸了 好这个炸了之后 还会出现一个炸弹 再继续捡起来 往前走 右手边 把这里炸了 好然后旁边的 摩拉堆捡起来 金属盒 然后过来拿到这个金字宝箱 拿完之后中间 中间这里 这根柱子捡起来 然后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走过来 装在这里 连接魔线飞行 飞过来 旁边 这里 能看到有一个 优乐片段 爬上去拿一下 拿到之后 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边 走过来 在 这个 物质平台 这里 魔线飞行 飞行过去 飞过来 正前方 这个红色的炸弹捡起来 往前走 东北方向地图上角 这边走过来 把这个墙底的炸开 从出现的通道走进来 走进来 走进来之后 右手边这里个炸弹捡起来 然后 左手边 把这里炸开 好炸开之后爬上去 在前方有一个 这个什么风车 这个风车 暂时 我们交互不了 交互不了我们回来 回来往北方向 就上方这边往他跳 跳到一个坑里 发生什么事了 问他们 好 现在 现在我们再往回爬 好 往回爬 然后回到刚才 刚才这个通道 就可以交互这个花了 把这个花捡起来 风车捡起来 回头 这里放到中间 好 这样宝箱解锁 拿到这个精致的宝箱 拿完之后 我们乘着风场往上飞 乘着风场往上飞 再往西南方向地图走来角 刚才这个通道 这边出来 出来之后 整天方 这里有一个 鸡木小人 鸡木小人的 西南方向地图走来角 这个坑 坑中间 这里点击挖掘 好 然后触碰 再跟着这个鸡木走 第二次触碰 第三次触碰 记得跟着鸡木走 飞回来第三次触碰 好,那现在我们再拿到这一个珍贵的宝箱 拿完这个宝箱,然后再折出的 在这个小地图上有一个 这个叫做世界任务 世界任务我们往西方向顶的左边 这边走过来 好,往上爬 在这个正中间,正中间 这里有个洞从这里走进来 现在正中间尝试触碰 好,这里对话完 然后我们再往北方向顶的双方这边走 走过来正前方,一个优乐片段剪起来 剪起来之后在 这几只怪的中间这里一个普通宝箱 剪起来,剪起来往西方向顶的左边 这边跳起来,跟着风场飞过去 诶 好,然后继续往 继续跳起来啊,继续跟着风场走 好,来到这里之后 在我们的东方向地图边这棵树上啊 这里一个优乐片段剪起来 剪起来之后 在这边,这里有一个放置松果 我们放置松果啊 好,拿到这一个普通的宝箱 拿完了这个宝箱之后 我们再往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在角 这边我们直接飞到前方的宝箱的位置 好的,飞过来 飞过来之后我们把这个蓝色 哦,黄色的这个剪,给它剪起来 放到右手边这个,这个位置 树上那个蓝色的剪起来 放到左手边,黄色的这个位置 好,拿到这一个金字宝箱 拿完了之后 我们再回头 回头在我们的东方向地图边 把这个箱子给它拉出来 好,再跟着这个蹦蹦蹦床 往上跳 这边风车 风车 来到风车这里 给它捡起来啊 捡起来风车 然后往东方向地图边 这边往上爬 好,爬上来往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边走 这边走到宝箱这里 好,找到宝箱这里 南方向流下方 把这个风车随便放在一个位置 然后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上角 这一个捡起来 再放到一个位置 好,接下来往西北方向地图 左腕角这边走 这里有一些 甜点花和片面花 把这片面花拔出来啊 清掉 好,清掉之后捡起风车 捡起风车给它带回去 放在最后一个位置 这边宝箱解锁拿到 然后出现风场 跟着风场往上飞 飞起来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个房子的顶部 这里有个摩拉堆 金属盒啊 金属盒 拿到这个金属盒 然后呢 拿完这个金属盒 我们这一批就拿这么多 现在我们的优乐片段 已经是217个 好,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